不是美国那边 又再差一点 好了 我们又谈谈另外的武器 乌克兰也这么说 乌克兰也不是完全用新东西的 因为大家都说 乌克兰当然用M777 用了很厉害的榴弹炮 现役的 例如我们说PCH-2000 你用Archer 甚至英国的AS90会不会来 接着又有法国的海撒自走炮进来了 大家看法国的海撒自走炮进来了 他们说乌克兰人真的是聪明 两三个小时就能够 我不肯定是不是这么聪明 但是你看到的操作也有眼睛 即是法国的海撒自走炮 我忘记是152还是155 我记得是151本身 它那个炮就没特别 不过你看到它好的好载 就是6个车就容易走 打的时候就锁定那车 然后转过头就可以发转就走 所以我想应该都挺方便的 之前应该都挺开心的 比PCH-2000来说 它就没什么装夹了 即是说如果这个海撒被对方的反火炮雷弹 然后趁你走之前打 这家车就死定了 我们相信 它是没什么装夹的 所以它我相信打完即闪 应该都是它那个卖点 是的 这些轮式的主要就是比较适应现代战场 就是越来越少这些越野战 即使在乌克兰东部平原一些所谓的野外 其实它也是很平的 它没什么复杂的路况 所以轮式就OK的 它总之是自动化高 去到一个地方转炮之后 打完就立即打完就立即走 这一个的开展 收翻 机动性的确是强于M777的 不过 主要是没有多少部 好处就是因为它都是用15毫米的 美国援助的炮弹 法国也会援助炮弹 这些就可以任打的 大家不用怕不够炮弹 是的 还有它是 这次这个法国的海撒 它是会配合其他反火炮雷弹的 就好像说英国那边 就会有反火炮雷达 会跟着这个海撒自走炮 就会一起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反火炮雷达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反火炮雷达 其实对方攻击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它在哪里 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 反过去就糟了 立即被你楼梯了之后 你马上它 然后打它 你可以打成它 这个我们也听到一些 就是一些 乌克兰那边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 这样楼梯回对方的部队 将它消灭 是 就说很好用啊 因为真的可以拯救到很多乌克兰的人民 就是他们 真是他们经常拿炮来炮轰我们的村子嘛 就是难得看到它打你 又打不中的时候 直接抓它出来 然后就用一些M77 用其他楼弹炮去打炒它 所以反火炮雷达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这块 这块是 它是小小的 但是很好用的 你看到也配合到北约所有楼弹炮的操作去使用 很好用啊 三百年之前是不是 你看到送了十八门火炮 就是我们的M777 那十八门火炮就配呢 我猜它的颜值应该都是这样的 就是每十八门火炮就配三门的反火炮雷达 基本上是一个炮兵队 一个年大概三门就配一个反炮击的雷达就差不多了 但是因为反炮击的雷达始终是 技术性含量比较高一点 所以 训练都需要一些时间 还有使用经验上 Larry King 现在听到美国进去的M777 虽然基本上已经全部进入了乌克兰境内 但是去到前线的其实没可以想象那么多 没有啊 我们昨天的报道我们说 它大概有十几门的炮现在是可以用的 进入就进入了 但是要训练 一个训练的中心就是德国的 德国那边正在训练 其实也训练了很多人了 三百多 二百多一定有的了 它已经有这样分的 训练了二百多之后就斩了一半 一半就上战场用 一半就继续训练 训练其他人 所以如果你这样训练就要一些时间的 有一半就是百多人 大家计数 百多人 操作一个炮应该要五六个人左右 五六个人一支炮 所以你十几支炮其实差不多 我估计大概能控制到十五至十八支炮 如果你这样训练 它不是射很多飞炸弹 它射了一千八百几飞 如果你训练了 大概 十五至十八门炮 就是一百多飞 对 不是特别多 所以他们的战绩 一百飞 你每分钟两至三飞 我当你 它这些不会急射的 都是两分钟 一分钟两发 就是 大概都是 合同 就是作战的时间 大概都是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其实还没开始发挥作用 之前大家看到很多Twitter流传的那些 似乎是很精准的炮击 有可能都有M777一里面 但是也有乌克人自己本身 国家火炮 还有大家看这个数字就知道 第一 你的外国军备要进入 到另外一个国家 要立刻形成战力 的确不是那么快的 第二 在乌冬地区 后勤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武器 特别是重型武器 如何去到战线的前方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相信这次的M777很多都是在 之前哈尔科夫那边 就是建工都在哈尔科夫那边 现在哈尔科夫形势好之后 他都应该 不断会将这些 新式的重型武器 搬到乌冬地区 继续去反抗俄罗斯的入侵 但是大家 现在就看到为什么 我们经常说后勤的重要性 就算我有东西给你 你都要先用到 对不对 你就算现在 给爱国者也好 给哈马斯也好 你都需要训练时间 熟习时间 真正到战场上 使用之后 有效果出来 真的有战果 限限地 是以月来算的 总是一个月 可能是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半年 那 大家现在就知道 就是乌克兰这场仗 现在就真正去到他们 就是 亦都是开始 到一个很艰难的阶段 就是因为乌冬那边 主要就是后勤的制约 北约情报的支援 其实真是没有 之前是几乎那时 那么顺畅的 这个是地形上的限制 是没办法的 真的 是啊 所以现在用 M777 就要 给他一些时间 如果我们讲的 平时的反攻 如果你这样计算 可能都要成 一头半个月 才比较集得齐 那些火炮 去做进攻 所以如果现在乌冬 要守 就真的要守 我们讲的 这个努金斯克州 好几个地方 守住他 就是守住他之后 就等到他可以 即是火炮过来 反攻 整件事就很快了 就是你看到有些事情 去将哈尔科夫的 俄罗斯军队 逼走那种的速度 就好像复制那种战果 真的很快 是啊 但是你看到 哈尔科夫那边 他们都开始 放一些集团军过来 就是我们说俄罗斯 不死心 就是继续 放重兵 所以其实大家很简单 你看到俄罗斯 一重兵在哪 他现在乌南 不是很大 不是很重兵 就算打一阵波罗热 都是说几个BTG 打 他重的BTG 哇 稍后我们讲 哇 摆到嚇死你 摆二十几个 20个 19个 他们摆明是 和你缺战的 那真是 只能这么说 哇 这一阵 如果 帝氏 乌克兰 那些重炮 我扫他们 那你真是这些主力的扫党 那真是乌冬之围 到时就会轻松很多 不然现在没有 对方也有刺毛孔 知道你没什么火炮的了 就放在炸 炸到焦土那样炸 我稍后也会说 乌克兰这边 沙弥尼亚 我们说的 他也有些新 小小 也是比较旧的 黑鲁地亚援助的那个多管火箭炮 OK 和捷克那样是不是都差不多 是捷克那样 不好意思 不是黑鲁地亚 是捷克那样 RM70的吸血鬼 是 RM70呢 你问我 我觉得它有些 比较像我们说的BM21 BM21的gram 很像 我为什么觉得它似移战时 他始终确抽杀 这旧东西的feel 再旧一袋 我也是再旧一袋 因为它的射程不够20公里 小吶炮 你比炮击更坏 差一点 20公里 但是你看它的免杀伤 它的口径和BM21是一样的 RM70和BM21 但是它们说 它说 RM70其实真的不差 它说底盘 底盘它们换了一个新的 叫做Tatura 813 它们旧的就叫Uro 很旧 Uro 375很旧 所以换了Tatura 也叫做80年代 比较新的 所以机动力 是会好一点的 而且你看 它以前应该是6个轮 现在是8轮的 8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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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轮 其实是在现代 尤其是行的 野战地区 始终 8个轮 比6个轮 机动力会高一点 所以行一些轮轮的地形 就说RM70 就会比BM21 或者 比我们说的之前用旧的底盘 会好一点 就是那个底盘 就会好一点 还有引擎 因为你换了底盘 引擎 又可以更新 即是换了一些 大马力 所以它就说 整件事的机动力 就会有少少优势 RM70 和去抗 芬兰也有用的 大家都知道 芬兰的陆军 都不是小事的 要打上来 其实俄罗斯 一样那么头衡 芬兰也有用的 即是RM70 所以就有个说法 其实也不是那么差的 就是现在那个 RM70 经过了这个 现代化改造之后 都还可以的 还有也都可以有一个 自动充电的功能 即是它说到 另外它有一个好一点的 有效的载荷去做这个攻击 那个转盘 这个我真的很少听人说 这个转盘大家通常发觉 都是45度两边 它很厉害 它可以转180 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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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左右转得很横 可以左右90度 可以左右90度 对 很厉害的 我们平时看到 是45度60度左右 最尽 对不对 它是180度左右 变了它很灵活 真的在一个极区地形里面 挺好用的 这个也挺搞笑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说它 似早的 卡丘莎呢 主要是因为它看起来 没什么科技含量 一个一个桶 然后塞你的弹 然后 射了 大家要知道 这种的准确性 是 大家不用怀疑 是坏得没人有的 应该是 CEP 我想 坏坏地也百两二百米 我想二百米 因为它主要是火箭 火箭打出来的那一刻 它的速度比较快 在飞行的途中 它修正不了 它只会一直向着 错误的方向 飞过去 所以 它这些是真正的免杀商 整个覆盖性 还有它的舍程 都是大概20公里左右 大家对它的战力 要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不过不要紧 我们经常都说 你给武器帮到乌克兰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像那些光头佬国家 讲来讲去讲到现在 打三个月 给什么东西 真是 说给又不给 又要补充其他国家 给过来的东西 结果又被人公开 双叉它 说它不讲话 不算数 算了 我们不会浪费时间 在这些光头佬国家身上 我们 我们只会跟大家说 就是大家 我始终觉得乌克兰现在很惨 它的军援实在是太参次 大家给一点 其实我觉得不如 怎么说 不如大家统一 交保护费给美国佬 让美国佬给算数 当然美国佬给 它很多就不是那些苏式装备 它一来就北约制式 一来就全部是美式 北约制式 所以 可能是难消化一点 所以你见 捷克 斯洛伏克 这些兄弟国 波兰 罗马尼亚 普加利亚 其实大家没有发觉 来来去 这几个 即是普加利亚 罗马尼亚 捷克 斯洛伏克 波兰 这五个国家 再加上前苏联 加盟共和国 那些什么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 这次也有很多这些武器 即是很多武器 就是铁拳 或者很多武器 其实它都是在 前苏联 那么它就一下 就运了 过去乌克兰 他 上面你上次的图表 你也说 它运的东西 等于它 是不是差不多半年的 国防开支 差不多 它占它的GDP 是4% 还是几个% 美国佬现在比 这么多 都未够1% 你可以说 爱沙尼亚 真的是盘老命 来支持你的 苏联武器给这个 去乌克兰 就的确有帮助 但是我真的想 我那天看到一张图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一张 这张是乌克兰 拍到出来 是不是很帅 这支步枪 似不似 很科幻的feel 很科幻 这支是比利时大名 顶顶的FN公司的F2000 它是这个 Bull Pub式的 所以这个弹夹 就在后面 在这个位 全枪大家看 很科幻 很紧臭 很轻 不过就始终 好像砖的 不知为什么要弄到这么大份 多一块鱼 不过 虎客人士兵 我觉得 说实话 我今天分些什么枪 用惯AK 用AR已经够坏了 最好被F2000进来 大佬 整个分裂体系 很难用 这个东西 不过 虎客人也有这个Bull Club的枪械 没办法的 别人给你 你现在就只有用 所以 这个后勤 都要想想 可能只能够供 某个地区的部队 是的 弹也不会多的 是吧 枪也不会太多 用完就没有了 是吧 又要学过Python的 是的 这枝很贵的 当年F2000 买出来的时候 是比AR很多贵的 但是因为太贵 就是没有在全世界 要通行 但是不要紧 都帮到瓦克兰的 我们都很感谢 我只想说 捐完这一轮呢 不如大家再想捐东西 给钱算 让美国都同一搅 因为它之后 都是转了北约制式 都要 那我想基本上 各个国家捐完他们 冷战时代的 苏式的武器之后呢 之后就要想想 怎样用北约制式的东西 来重新武装 在乌克兰 交钱给英国和美国 有钱的话 就让他们搞定 是的 因为我觉得英国 应该是有 时间和空间 可以训练到他们的 你想想如果英军 就是说教他们 空军的战法 甚至乎我们说到 乌克兰的海军 将来 乌德萨那边 应该都会建立基地 如果这边建立基地 去做 他们搞海军 他们随时 第一 他就会买英国的军舰 例如说 三一型 三二型 就是那些比较 制得泥有战斗力的 那些 又不会买 那些三板 就是OPV 那些 只有1000 2000吨 然后上面 又不知道 什么 那些 也有 火力的 如果到时 这样制作 再加上一些反弹飞弹 来装装 NSM 那真的是惡 到时黑海舰队 都会惹来 不过现在 还没来着 所以我相信英国和美国 来着对乌克兰的国防建设 应该都很大 就是4的了 就是我想那4是很大 包括 用什么武器 那我想其实应该如果国防军要重新建设 都应该是Defensive 是不是 就是应该是防卫性会多了开始 那我最期待的就是 他有没有可能 可以装下外国者 这些的防飞弹 就取代Vanessa 一定有的了 美国会捐几套 然后我想其他国家又买几套 给他 就是这样 防空就一定是换外国者的了 接着战机换F16 枪械 枪械都可以撑一会儿 不过可以换AR 开始 AR 接着火炮已经拥挂M777 是不是 坦克的话 坦克要想想 坦克这件事不是换就换的 但是这个都是之后的后话 现时的军援 其实我们等着的都是美国那400亿大单 会不会真的有哈马斯 还有这个 就是 外国者防空系统 鱼叉的反栏导弹 甚至NSM的反栏导弹 那那个就真的是大单了 那个进来就真正可以扭转战局 是呀 那些大单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来着怎样 因为海马斯好疯 海马斯一来到 放入乌冬 放入乌南 真是 这个优势很明显 真是很明显 准的有准的 鲜蕾散花有鲜蕾散花 真的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 海马斯 海马斯佳迪的火箭 就是有导引的火箭 是说150公里射程 使用喇叭你俄罗斯 拿什么去防这件事 还有它价钱也好像不是很贵的 那个火箭好像是便宜 过利用Excalibur炮击 那不如火箭吧 打到百多公里 是啊 而且精准度也不是太差 也不是太差 没有刚才我们说的 RM70 BM21那些 那些没有准程度可言 那些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 就是他们尼尾没有一个制度在后面 就是GPS的导引 没有的 所以是特别差的 是 看回那个价钱就是 之前 价钱这些我们之后就和大家就说了 大概 4、4、4 都是比较便宜的 不是属于贵的那类的 但是主要是射程远的 但是那个百多公里 对不对 百多公里 你Excalibur 神剑炮弹再远都是40公里顶尽 始终你百多公里 你可以打范围的时候远很多 是的 而且对方没有反制 对方没有反制 没有反制的 还有我们昨天说的 就是说Switchblade 来近大量的来到 就好像有六七百套的Switchblade 300来到 哇他真正啊 你这样大量的进入 他可以老实说 他又不用打你坦拉的 他就是打你的后勤也死了 天天追着你的后勤来打 你的前面坦拉跪在那里 没蛋 没油 没东西吃 你什么投降 是吧 前面只等 后面那些给你打 所以就不用下下六百 想想想 也不用下下六百 300后面截了你的户 你都不用玩了 你的士兵就由于跳出 坦拉到投降 没油没成 过河你又不敢了 现在是不是 回去你都不敢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都觉得Switchblade300 昨天看那条片 我真的看完之后 虽然他没有炸落那一刻 但你看到这样飞过去 也是挺兴奋的 整件事 我已经觉得 有些消息 罗马尼亚有一个sauce 应该是第一个sauce 我们去看的时候 他又说 打内那一架是300 但明明打内那架是T72 我们不肯定 是不是300打 T72都打得到 还是怎样的呢 我们认知600去打 坦拉会好些 但我都觉得 不要管了 现在300看到什么target都打下去 看到它是运火箭的打下去 运油的还好 打到烧到通天 打那些食物燃料 其实 这场战争这样打下去 你就看到其实无人机 真的玩到一个新的高度 还要是玩 游荡式 自杀式的无人机 这个玩法是俄罗斯 就是一段时间都追不到 我们一向之前都说 打仗有什么好得过 别人起势在那里 泵军被给你 可以浪射 是不是 你又不用心痛 你又不用 省着泥洗 总之有你就打 没有你就叫扎凉司机 撥个轮 均援了 好均援 均援 继续有些新的进来 我可以 我可以同大家保证之后的均援 一定M777会再加码 因为战场会有选耗 是不是 俄罗斯的无人机都有可能 之前也看过 打击到一些前线的 M777部队 所以这些一定有选耗 哈马斯 我觉得迟早 会不会第1个回合就有呢 未必 可能是之后 但是迟早也会进来 我们继续期待 即是均援这方面的消息 是的 因为你400亿 你不买 凯瑪斯你怎么用的 这个是一个 你不知道你怎么用的 400亿里面起码有一半 是200亿 一半以上 这次应该是 因为它 presidential drawdown 就已经是 110亿 你再加上其他 第三方加上 已经差不多200亿 所以这次是超过 一半是给均援的 所以大家 大家再等一等 我想过多 我预计可能是 这个礼拜 是 这个礼拜周门 美国放假 可能过了下个礼拜之后 应该会有宣布 新一轮均援 因为他们之前那批数 最后给第10轮援助 是 1亿美金的 那个就 他们以前计算的数字 这笔数 是够花到5月底的 那我想6月中 应该会有再一批 新的均援 就会公布 好啊 400G你想想 拜登又签了 是不是 签了 看看什么时候 开始arrange 一些新的武器落地 很快的 美国佬是用运输机的 他不是拿船 不是拿铁路 是用运输机的 真的24小时之内就到了 所以都快的 其实反而是 训练也会久 现在我们 这个没办法的 不过 都是一路永远的 这个训练之后 他训练之后 一路 沃兰就一路 这样去用 6元 这些炮兵类